但是这纯慧皇贵妃的元寝呢 仅次于这双妃元寝 这次工程啊 广师在当地采办工料 就花了13404.303两白银 这还不算啊 从那个京师带过来的铜铁签 颜料琉璃瓦等等各项物资 折合白银也有啊 22938.402两 你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闲聊天 今儿咱们一开场啊 这故事发生地 它不在北京 在哪啊 在京东 京东的尊化皇陵 这话头要是说起来啊 得从这乾隆25年开始说起 这乾隆25年啊 在尊化皇陵来了一群施工队 这施工队是从哪来的呀 北京内务府 从大内来的这群施工队 他们颠巴颠巴的跑到这个东陵是干嘛来的呀 他们是为了呀 扩建这玉陵的飞原寝 当然了 这玉陵的飞原寝那会儿啊 他不叫这个名字 他叫什么呀 他叫啊 圣水域飞衙门 其实啊 就是后来的玉陵飞原寝 因为那会儿啊 这乾隆皇帝还没有入住地宫 还没死呢 所以啊 这圣水域皇陵啊 还没有被命名为御陵 要说这圣水域飞原寝呢 在乾隆12年的时候 这标准呢 基本就建成了 在那会儿啊 就已然是一个高标准的飞原寝 他建有马槽沟一道 有一孔拱桥一座 东西设了厢房 还有东西直房 宫门了炉响电云寝门 里边啊 还有葬进去的嫔妃的宝顶 寺外呢 还环绕着红墙 因为这主灵啊 还没有起名字 所以说这儿呢 暂时就叫做圣水域飞衙门 就在乾隆25年的时候 这支施工队啊 来到了东陵 他们是啊 带着特殊任务来的 他们呀 是为了给这纯慧皇贵妃 修建帝宫 因为啊 这个纯慧皇贵妃 在乾隆25年的4月19日 空尸了 咱们都知道啊 这纯慧皇贵妃 本来就患有肺结核病 哎 他当然了 从麦岸上看啊 他也是死于肺结核病 说起来啊 这个纯慧皇贵妃的这个封号啊 得来的时间呢 也并不是很长 就在乾隆25年的3月24日 把这本来的卫号啊 是贵妃的苏家事 赵峰为了皇贵妃 这原本呢 是纯贵妃 现在呀 他已然是纯皇贵妃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呀 打这25年一近年的时候啊 这纯慧皇贵妃身体就抱恙 这个肺病啊 是越来越重 到了这个3月份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眼看着自己这位前底旧人 自己这位爱妃啊 快不中用了 所以呀 就把这位纯贵妃的位分啊 汪商进了一步 有两个原因 一呢 是这乾隆皇帝对这位爱妃的关爱 二呢 也是为了给这个纯贵妃啊 冲洗冲洗 可是啊 这命由天定 皇上家做这点事啊 也没起多大作用 到了4月19日的时候啊 这纯慧皇贵妃 还是啊 撒手人寰 空事了 享年啊 只有48岁 要是说起来呀 这纯慧皇贵妃 命运虽然不济 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了 这纯慧皇贵妃的身体一直不好 他本身呢 就患有肺结婚病 很不幸呢 又把这个病啊 传染给了自己的一儿一女 就是啊 这个三阿个永章和这个何家公主 剩下的一位小儿子 六阿个永荣啊 虽然没被传染成肺结婚病 但是啊 寿数也不长 只活到了48岁 哎 和这个纯慧皇贵妃啊 寿数啊 是一样的 虽然呢 这纯慧皇贵妃 这些孩子呀 寿数都不长 但是呢 这纯慧皇贵妃 并没有啊 这个中年丧子之痛 也就是说呀 他没赶上这个白发人 送了黑发人 可是啊 也闹了一个雪儿 他刚死不久 就在七月份的时候 这呀 才过去了两个多月 他的三儿子 那劳病科子永章啊 就轰式了 和他的恶娘啊 团圆于地下 哎 这说起来呀 也是比较凄凉 这老天啊 眷顾纯慧皇贵妃啊 还不止于此事 就在这乾隆二十五年 这纯慧皇贵妃死的当年 二月份的时候啊 这乾隆皇帝 把这个纯慧皇贵妃 亲生的六阿哥永龙 和四公主 何硕 何家公主 双双 完了婚 并且呀 给这哥俩订的亲子呀 都是一家 都是这个当朝权臣 傅恒他们家 傅察氏 哎 这皇贵妃死的时候啊 无牵无挂 也算是能闭上眼了 哎 也就是这一年 乾隆二十五年 这乾隆皇帝才决定 不装款 专门的施工队来到东陵 扩改建自己的非元寝 就是为了自己这位 刚刚死去的爱妃 纯慧皇贵妃 苏家事 这施工队来到这个 盛水域非衙门 干的第一件事啊 就是先把这元寝的 前后三座门给拆了 把这个门啊 改到了这个响殿的两侧 紧接着呢 又给这个响殿啊 建了东西各五间配电 哎 这种模式啊 在普通的非元寝里啊 可就没有了 然后啊 又在这个非元寝的后院 起了一座方城 方城上啊 又建了单岩西山顶的 一座名楼 并且呢 建成了宝城 大宝顶 这一下子 可就远远的超越了 非元寝的标准 仅次于啊 这个警灵 也就是这个 康熙皇帝的双妃元寝 咱们前边啊 介绍过这个 康熙皇帝的双妃元寝 这座元寝呢 也不是康熙年修的 是这乾隆皇帝啊 为了报答 照顾自己的 两位奶奶而修的 所以说呀 在规制上啊 就更为超标准 哎 但是这 纯惠皇贵妃的元寝呢 仅次于这双妃元寝 这次工程啊 广师在当地采办公料 就花了十三万四千零 四点三零三两白银 这还不算啊 从那个京师带过来的 铜铁签 颜料 琉璃瓦 等等各项物资 折合白银 也有啊 两万两千 九百三十八点四零二两 哎 您别乐啊 不是我呀 知道的清楚 是当年啊 人家这个内务府档案上 他记得清楚 那为什么这乾隆皇帝 要给自己这位爱妃 修建如此超规模 娱乐制的一座元寝呢 那是因为啊 即便是这样 乾隆皇帝还是认为啊 在这个葬礼葬制的安排上 还是愧对自己这位爱妃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乾隆皇帝 原本打算啊 把自己这位爱妃 纯慧皇贵妃苏家氏奉安到自己的玉陵帝宫当中 这生呢 要同寝 死啊 则同血 可是这玉陵帝宫的官床上啊 没地儿了 所以啊 也只能让这个纯慧皇贵妃在玉陵的飞原寝离 委屈委屈了 我想啊 这会儿啊 了解乾隆皇帝 玉陵的人呢 肯定就得说了 不对吧 这乾隆皇帝的玉陵当中啊 明明还有一个葬位 直到今天啊 这玉陵帝宫已经对外开放了 全世界的游人啊 都能到玉陵帝宫当中参观 我们还能看得出来啊 这玉陵帝宫的官床上 赋予出一个葬位来 那这说书的 你怎么就说这玉陵帝宫当中 没有这纯慧皇贵妃的葬位了呢 哎 这道瓦丹呢 今天还不是抖开的时候 所以说啊 您还得容我两天 让我再爷爷 在咱们这个小系列结束之前啊 我肯定给您抖了明白咯 到了乾隆二十七年的时候啊 这个圣水域飞衙门已然改建完成 在当年的四月十九日 纯慧皇贵妃奉安到了这个宝顶下的地宫当中 成了这会儿啊 这个圆寝当中最高的主人 在这个方城明楼上啊 还花了六千六百七十二两银子呀 刻了一块石碑 这石碑上刻的就是 纯慧皇贵妃圆寝 自此以后啊 这有名字了 不叫这个圣水域飞衙门了 改叫做纯慧皇贵妃圆寝 直到嘉庆登基以后 才把这又改叫做了御灵飞缘寝 可是啊 这死了的皇贵妃啊 肯定没想到 本来啊 自己是这个院里深层最贵重的人 哎 明明是这个院中的主人 可是呢 到了乾隆三十一年的二月十八日 好好的自己的地宫啊 被打开了 又葬进了一位娘娘 这位娘娘啊 虽然葬在了自己的侧位上 可是啊 身份却比他高贵 这就是乾隆皇帝 继后纳拉氏 这纳拉氏皇后 因为断发啊 得罪了乾隆皇帝 所以说乾隆皇帝啊 并没把他葬到御灵的地宫当中 就把他呀 奉安到了纯慧皇贵妃的地宫 虽然啊 这纯慧皇贵妃在地宫的主位 这纳拉氏皇后呢 被葬到了侧位 但是呢 论起身份来啊 人家是皇后 因为必定嘛 这乾隆皇帝 没有废掉纳拉氏皇后 您呢 是皇贵妃 所以说呀 这纳拉氏皇后 代替了这位皇贵妃 成为了这个 非元寝当中啊 身份最为贵重的人 这死了的纯慧皇贵妃啊 我觉得也只有暗期暗编了 至此呢 这纯慧皇贵妃啊 大目落下 哎 故事也接近了尾声 在咱们的故事结束前呢 有几点关于纯慧皇贵妃身上有意思的事啊 咱们还得聊聊 第一呢 有人说呀 这纯慧皇贵妃 苏家世 不能称呼她为苏家世 要称呼她为苏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纯慧皇贵妃啊 她无论是从那个贫到妃到贵妃皇贵妃所有的测文上 所提到的都是苏氏 并不是苏家世 而且呀 在这个几篇纪文当中呢 也没有提到她是苏家世 所以说呢 我们只能称呼她为苏氏 不能称呼她为苏家世 可是啊 这个青史稿上明明白白写的呢 就是苏家世 我想啊 这个编撰青史稿的人啊 他明白这一点 但是他为什么还坚持 要称呼这位纯慧皇贵妃为苏家世呢 那是因为啊 这纯慧皇贵妃一门已然台极了 台极以后的汉人啊 搁现在一句时髦话讲啊 叫规划人 哎 这个日本人呢 现在还遵循着这种传统 你要是想入日本国籍 你必须得规划成日本人 第一件事 就是给你取一个日本的姓 您看现在那些投靠了日本的中国运动员 都得给自己 先起一个日本名字 这种习俗啊 他不起源于日本 他就起源于八旗 在日本呢 这是法 也就是说 你想加入日本国籍 你必须取一个规划名 这是法律规定 在八旗的时候 也是法 在所有的策文纪文当中 不管这乾隆皇帝 是如何称呼苏家世的 既然台极以后 这苏家世在法理上 都应该被称为苏家世 不能再称为苏氏了 还有一件事情啊 也挺有意思 这事啊 发生在2001年 哎 咱们一下子呀 就跨入到现代了 在这个法国的某个小型拍卖会上啊 有一幅画 哎 被称为姓苏的收藏家 以五十多万人民币的价格 收入了囊中 哎 这是什么画啊 这幅画啊 就是纯惠皇贵妃的中年朝福像 有人说呀 这姓苏的收藏家呀 是纯惠皇贵妃娘家亲戚 哎 当然是娘家亲戚的后人 哎 这事啊 不得而知 哎 不好考了 这个 有人说这娘娘的画像 怎么都出在法国呢 哎 这地方啊 我得给您交代一个小知识 哎 这八国联军进北京城的时候 这日本人他贪财 所以说呢 他选择这个自己的驻军指挥部啊 在哪啊 在北海公园的大佛楼 为什么呀 因为那里边啊 全是金佛 等这个日本侵略者走了之后啊 还别说是金佛了 连刘金的佛呀 都让他们弄家去了 据说呀 做了炮弹了 这法国人啊 他呀自诩自己呀 艺术气息比较浓 他喜欢这宫廷的藏画 这清代宫廷当中 所有的画像都藏在哪啊 藏在现在景山公园的寿黄殿里 这法国人的指挥部啊 就设在寿黄殿当中 所以呀 很多这个清代宫廷的画像啊 都流落到了法国 五十万人民币啊 并不是这幅 纯惠黄贵妃朝福箱最后的价格 十四年以后 在2015年的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啊 这幅画啊又再次易主 被别人拍走了 最后的落锤价 您猜是多少 哎 整整拍出了1.374亿港币的天价 我是啊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 为您抢故事的唯一动力 得嘞 今儿天不早了 咱们呀明儿见 嗯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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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